因為這是第二次獲獎 上次應該見過很多行家 就是打擂台 這次我們第一次合作 我們合作在很早之前 對我來說就是 那時候我剛剛聽到他的歌 我想找他跟我合作 那時候不是說合作這部電影 是合作出一隻黑膠碟 他一口就答應了我 但結果大家都很忙很忙 接著他就爆了出來 就是旁舞派 旁舞派的配樂就是阿爹開始的 那時候我就沒有跟阿爹合作 但我跟導演是很朋友的 後來就合作了 那天我們會飛 那時候我不是做音樂 那時候我做監製他做什麼 他做配樂全力幫忙 但這次我們真的一起做音樂 因為我得過獎 這次是阿爹第一次 所以我想讓他講多一點話 和大家有什麼要問這個 新血 他已經幫我們電影界做了很多東西 好的 好 那很感謝Teddy 其實我們中間這部電影 我記得第一次拿劇本是七年前的 經歷了很多東西 改過劇本 我們也跟Teddy 踩了很多次 其實我們踩了很多首歌 是的 希望有機會我們自己出版 但因為改了劇本 其實就未必適合用 但是過程也很過癮 因為我小時候看《點子冰冰》 是很深刻印象 最後那首歌是很震撼的 整部電影我忘記說了 但是那首歌我記得很清楚 所以有機會和Teddy合作 我一口答應 而且很開心 Teddy真的很好 對後輩很… 我不知道怎麼說 大俠 這樣可以去為 亦都教釋了很多東西 今次可以一起去合作 我覺得是很棒的 這個感覺是很棒 很棒 那也要多謝就是其實 其實配樂部份 很多人都有參與 因為Teddy有一首歌 Manson有一首片戲曲 Anna Anna是一個新人 他都很好 鄭安琦也作了一首歌 其實這些都是 成為了配樂的元素 一份子 很重要 我都要多謝他們 忘記提醒 每一個演員 因為導演 很要求我們每一個人 自己本身是一個音樂人 我們是音樂人 他找到那些 真是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捧過牆 就是那個戲裡面的所有的音樂 是我們自己彈回來的 就是那個角色做什麼呢 他那個人就彈 我那個鼓手 那時候拍的時候只有九歲 是真材實料 到現在為止 我在香港 我做了音樂 都相當長的時間 我一九六三年 開始就是 一九六二三年 我已經開始是 玩Bang 開始玩Bang 我成年的時候很早 不知道可能 大部分都未出生 因為那時候 一九六五年 我六五年已經開始 我們Bang 已經開始流行 我未見過一個小朋友 或者我未見過一個音樂人 是這麼小 是打得這麼好的 音樂玩得這麼好 我是嚇到的 因為他其實就是我 以前我剛才說 1965年 熊那隊Bang 的鼓手 的孫子 來的 我看著他出生 我看著他威水 他三歲開始學鼓 然後跟著五歲上熊館 他在鼓劇機的 演唱會表演 我介紹給導演 但是因為你知道 音樂人 不懂得演戲 多數都會 但我很害怕 大部分音樂人 不喜歡演戲 他們不想的 我很害怕他不會 做得到 結果他真的做得很好 另外Anna 是Day的學生 你講講 小小講講 Anna Anna她其實 都是一個 有出歌的 她叫Anna Hisbert 就是自己作曲 自己 其實他自己本身 都是彈PACE 有些看得到 好像很適合的角色 那我就 推薦給導演 導演就 覺得很棒 所以他裡面的歌 都是他自己唱 他自己作的 是 做幾首 他做了兩首 他做了兩首 我也做了三首 我們還有 就是 好 就是歌本身 已經是一個配樂的部分 所以我們得獎 他們全部都有功勞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鈴鐺